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杖个人资料的技术也有所提升 其实香港在开埠初期 政府是没有签发身份证给市民的 当年是用什么来确认香港市民的身份呢 原来是要靠政府发出的登记证 证上面会列出市民的职业和地址 如果警察查证的时候拿不出来 是要罚钱甚至是打藤的 至于在新界方面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政府授权乡议局负责签发 俗称直观证 又或者是乡民证的证件 给新界的乡民 方便他们出入和往返内地 不过女性就没份了 一起看看早期香港 在未有身份证时候的情况 1844年 立法局通过了一项法案 规定华人居民 必须向政府登记职业和地址 竟然在街上看到刑绩可疑的人 随时会向他们查阅登记证 如果不能够立即出事 就要送官救治 罚款五个银员 或者打二十藤 这样做主要都是当时治安不好 英国租借新界的早期 民事纷争都交由乡议局处理 所以乡议局的权力很大 1936年 乡议局认为有需要发给新界居民直观证 即是他们叫的乡议证 不过女性就没有乡议证 据说是因为女性当时很少爱出活动 没有需要证明身份 第一届乡议局主席李仲庄 就负责签发这些乡议证 而乡议证正在当时的环境 就是发挥了新份证的作用 据我所知 当时新界的交通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大部分乡议局来市区 都数多步行 他们来市区 出来市区的时候 有些就业 有些商业上的来往 有些或者要投缩一两晚的 这样为着方便自己居留 有时查询起来 他们就有个新闻证明 那譬如在商业上有没有作用呢 商业上都有作用 市区的人可以知道 他是哪条乡的人 哪条村的人 这样他可以信任 而当时边界的管制又没有这么严密 那些乡文可以自由往返大陆 那这些证明文件又可以帮他们什么呢 当时还有禁区 可以自由回到雷地 回到雷地 回到雷地有很多乡文 跟那边有亲友的 或者去到广州旅行几天 他有了个新闻证明 就方便很多了 遇到有什么查询 他都有个证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